内容是指控陈以珍没有政绩却空降嘉义 更说陈以珍的老公杨伟忠不断操弄媒体 把他塑造成嘉义的唯一选项上的情况 当时马总统90度大局功前轻扶委主委陈以珍 憧憬十足让马总统又是点头又是拍手 即使任其画下句点 却没停止马总统的官暗眼神 打算派他征战嘉义市 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会有一种 这种黑寒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些影射 党的重要干部还有一些党代表都有收到 另一位口中的黑寒就是这一封 属灵嘉义序名记得信 包括陈以珍空降嘉义 内容一开头就指以党中央打的政务关牌 干批陈以珍主委任内政绩不佳 最后更点名陈以珍的老公杨伟忠 拿着鸡毛当令箭 在台北操弄媒体 把陈以珍塑造成嘉义的唯一选项 不要在台北看嘉义 不管是我个人 或者是我们在地的很多老百姓选民 对这个所谓的空降或者是登交 登招呢 大家都比不上等同 连市议员都跳出来 要马总统别只看到自己人 只是陈以珍一下基层跑跑走 一下化身作家谭嘉义 物业硬位相当浓厚 在嘉义市会依照机有的时程 我们机有的登记机制 来办理初选 信函当中所提出的指控 有些现实 前那一阵照的机制走 就怕引发基层反弹 只是空降部队都还没下乡 就已经惹得易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